南投的草存分局昨天晚上则是在一间三合院里破获了职业赌场 赌客为了躲避查记不是躲在草丛里就是躲在狗笼里 甚至有一名试赌诚信的挨慕患者 他向警方供称赌博能够激发他的生存意志 所以才会流连职业赌场 远警大声只会包抄不是为了抓枪击要犯 而是为了抓赌徒 这间藏车在草存镇三合院的职业赌场 已经被警方监控一段时间 警方破门时赌客四处逃窜 有人担心赌字被没收四处塞钱 但还是被远警试破 草存警方在赌场里面还发现一名熟面孔 抱着止尿布来赌博的癌末患者 他还拿自己的病情向警方求情 原警感叹这病癌末赌徒心里头只有赌博 真的是浪费生命 病情问题最新南投报道